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基层远警在第一线执行勤务 需经常与民众接触 成了高感染风险族群 为了感谢警方 过去曾多次积极协助打击盗版 宽屏服务及有线电视集团HomePlus中佳 继去年捐赠流感疫苗给警方 面对这波疫情 中佳总经理佟志祥决定 再捐助4万剂的快筛试剂 提供警证署进行防疫运用 检测15分钟内就可以得知结果 协助基层远警保护自己以及广大民众 我们这一次捐献4万个筛计给警证署的机构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在我们这个业界 最头动的就是盗版 那我们这些警证署的同志们 其实过去在帮我们做打击盗版 其实付了很多的心意 所以我们很感恩他们 同时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 其实这些远警们其实是走在第一线 在保护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 所以我们真的也很心疼他们会这样子的冒险为我们 所以我们想捐献这4万个快筛计 是能够让他们比较安心 让他们的家人也比较安心 我们这次捐献的叫安特罗的快筛计 那15分钟之内就会有结果 而且针对于英国的这样子一个病毒 其实是可以检验的出来的 除了捐赠快筛计计 Home Plus中家也从本业出发做公益 率先宣布提供低收入学童家庭新旧用户 三个月宽屏账单减免补贴 中家是一个在地的企业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有企业公民的这样一个责任 所以首先我们就针对我们的用户 低收入的用户 我们先给予他们三个月的免账单的这样一个优惠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这样一个比较辛苦的时候能够度过 那同时针对于我们的新的 如果有一些低收入的用户 其实他们的家里面有小孩想要学习的话 那我们也提供三个月宽屏上网的服务 为了让学生在疫情期间能持续学习 中家也响应政府停课不停学 提供第三频道及基上和随选视讯服务 给市府播放教学节目 包括桃园 台南 高雄 新北 基隆 可于第三频道收看课程 基上和随选视讯服务 目前已有基隆 新北 台北等地的课程陆续上架 那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在做一些合作 把第三频道我们提供这个video on demand的服务 因为政府提倡的是停课不停学 我们也觉得学童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维持健康身心来服务消费者 其实我们所有服务的这个同仁们 他都会先量体温 然后标示他自己体温的状况 同时绝对是身上带了酒精 带口罩 带该有的防护的这个设备都是必须的 那我们的门室也是一样 采取这个十连制 然后限制同时进到店内的客户数 那当然就是全面的这个每天酒精的消毒 以及做隔板这都是必须的 面对疫情严峻的挑战 HomePlus中家积极善进企业的社会责任 希望以实际行动发挥企业影响力 与台湾民众一起度过难关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